水里香上岸社区先前就夺过金牌社区 今年度是代表水里香参加113年度社区工作评件 同桌月组 曾经在90年就参加过县武的评件 90跟9一样 那时候都拿到第二名县评件 可是那时候奖金很高 那时候第二名有30万的奖金 所以各位连续拿两年30万 那时候第一名是多少钱 50万 那时候是涉水拿去的 所以我们在90年就拿过全国的甲等有20万 在90年那好久了 23年了 过来我们在95年有参加拿到第三名10万 98年拿到甲等6万 99年拿到优等10万 在99年还拿到了全国的卓越社区 所以我们在那时候的发展 是南投线的第二个卓越 第一个卓越是97年那时候的方美社区 那他去年拿到了我们的那个 吉项奖6万 所以算来算去 我们已经拿了92万的奖金了 这个奖金好不好用 各位是来拼奖金的 对 所以我们的许舒娃县长 他也很聪明 他在我们议员的支持下 我们的总奖金编多少钱 343万 有在公议算 123万 在公裁有200多 也当然感谢议员对议算的支持 县长也都是博力社 希望用奖金来鼓励地方发展 有奖金 大家在拼这个社区的工作 更有那个冲劲 就是我们做好会有鼓励 你怎么做都没有鼓励 大家就没有想要做很多 所以我们有感受到我们今年跟去年来比 比今年更进步了 更有那个气势了 所以理事长今年想要拿到什么奖 为什么要比理事长 因为我们今年这个评鉴很竞争 我们全部有27个社区 19个是绩效组 有8个是卓越组 卓越组我们又分4组 有分卓越 铜卓越 银卓越 金卓越 科长就想要料 上岸社区过去成绩是相当的羞秀 这次参与同卓越组 希望可以看见社区的进步 我们南投今天 今年要派9条 去参加全国 金的派1个 银的派1个 铜派2个 卓越派2个 银下派3个 我们都把它派好派满 也代表南投的社区是全国的第一名 所以我们的这个铜卓越 因为我们能够卓越 所以铜卓越目前有3个竞争 你们应该知道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南投市的银朗 他有做那个台湾 第一个是浦米的朱子商 朱子商还是全国的金牌农村社区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上岸的社区 当然我们不是要挑谁好谁坏 我们是要挑谁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去参加全国 因为全国的竞争更激烈 他在同卓越全国只有3个名额而已 我们南投就派2个 全国北部以北有12个县市 南投是北部主的最南部 包括台北市新北桃园花莲 就是南投以北 有各个县市会派出社区来参加选拔 所以我们在这么多人 要录取全国的三个也是一个很大挑战 不过我觉得我们的社区是一天一天进步 也谢谢我们的前理事长也刚刚也站在那边 作为一个导览 看到我们社区的传承 我们也希望今天大家尽力表现 也会给各位更好的成绩 理事长去年有给我们建议 说以前的卓越组只有优等 然后不管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在卓越组也把分成优等 夹等 基效奖 如果得到优北有20万 得到夹等有12万 基效奖有6万 去年是拿到6万 所以理事长希望拿到12万 我们就看大家的表现 一人陈淑会强调 上岸社区发展的有声有色 过去曾遭土石流袭击 经重庆过后不但社区建议的很好 在防灾部分也有很好的成果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与水里乡上岸村 社区的评鉴活动 那当然上岸村是一个比较生产农特产品 非常优质的一个村里 但是也因为它的位置属于在佐水西半 那常常在封灾的时候都会受到受损受灾害 也曾经流失了八十几甲的土地 那也曾经遇到淘滋洗礼到整个村庄 但是上岸村的所有的这些长辈好朋友 尚似人说怕挡手骨电动用 在几次的风灾以及地震的洗礼之后 上岸村他们每一项的产业 还有他们建立了一个农场的经营 还有一个刘妈妈 她自己经营了一个农村乐的一个小管子 这样还有很多产销班的一个成立 大家都是在行销在地的这些农特产品 还有在地的一个文化 那今天能够被选为参加做一个评鉴 那就是表示上岸村的社区 长年以来都表现得非常好 他们不只在农业上的经营 他们还对社区的老长辈提供这个共餐 或者是独居老人的一个送餐的工作 还有一些志工对老人家的早上 或者是晚上有空 他们会成对的到家里来问候他们 帮他们量血压 艺人王教授表示社区发展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上岸社区的用心不但相当值得肯定 也希望可以深受评审青睐 我今天真的欢迎 社区评鉴每一个乡镇都非常重视 也要向我们教授和科长报告就是说 我们上岸村不只说是我们好山好水好地方 也有很豐富的这个農地産品 值得大家来去品尝的东西 还看到就是刚才看到我们太鼓队的迎賓 真的不简单 还看到在行程里面有80几岁的妈妈 大家广东来跳到这些舞蹈 表示说我们平常的努力的学习 还看到平常的这个手作的这些作品 就知道这些平常都在学习的这些扩典 非常不简单 所以在这里要拜托我们的姓教授和我们的黄教授 这分数一定要把我们打开过来 这来都有80几岁 对吧 所以这真的不简单 广东来跟我们的理科长 刚才有说过要把我们打开买分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我们的黄教授 和我们的姓教授手上的分数 因为理科长就已经打开买分了 所以就要把我们的教授手上的分数 要麻烦给我们的这些长辈多多鼓励 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更好 然后就让我们这一次的分数 能够马上提升 能够得到我们的优等 然后大家自己也非常 就让我们的分数 可以越来越好 因为黄春林感觉 连上岸社区长期推动各项事务 不但规划许多课程 也让长辈们透过参与 来互相交流 其实刚刚所谓也有说我们是浴火重生 我们社区经历过风灾 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在产品 地方产业的创新 还有我看这个蛮多客家所说如何保存 这是一个当务之理 相对的在这里我们这个评审团 他这一次的评建建议是我们未来在现有的基础之下 我们该如何再精进 也希望我们平常得到我们替光的宝贝的经验 做我们未来社区发展 更适合创新的福利的新社区 村长就强调商案社区平时推动各项事务是非常用心 故企与承受风灾影响地方重创 目前在防灾必灾的方面是相当的认真 我也参加过很多社区的评价 因为以前做组织的事务 他算第二次参加我们社区的评价 这边就是要拜登我们的老师 在分属面上给我们加分别一百啦 九十九就好了 这给我们一分的进步的风干啦 刚才议员也有说过 我们是上天特选的考生 因为我们五年就三岁 最大的时候就在我们的投资 那时候十七的人 给我们的土石流带走 再来我们有八十七家的农天 全部都流下来 我们对我们的重建 是对三生开始 生态、生活 还有一个生产 因为我们有生态 带入生产 让我们的生活更好 你像我们旁边的白板 我们也有做我们的防災地图 我们的收容所、关注点 什么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是用防災 代替我们的旧灾 然后结合我们的社区 因为我们村办公室和社区 其实是非常紧密合作的 所以我猜很多社区 可能你市长到船长 是说你中无事的 但是我们两个很麻烦 可以多多到船长 彭委员指出 上岸社区有 资贡及绿色照顾等等 期盼未来可以 发展更多事物 让社区更加多元化 在我个人看法来讲 的确有很多的 已经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 而这些工作呢 的确也让我们的社区 有很多的面向上面 非常的高的提升 那我们社区呢 是目前有26%的长辈 还有独居老人27个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的确 我们的长辈老化的情况 比较多 那么我们希望呢 能够在这个面向上面 能够有更多的相关的服务 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业务一 因为我是负责业务一跟业务二 那整体来讲 我们在业务一的部分 真的做得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呢 所有关心的 包括我们的志工 你看我们长辈志工 65岁上的 还有超过一半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整个设立里面 我也看到有绿色照顾等等 好像已经开始要推动 然后那个就是所谓的 立射照顾的 立射疗育等等 这个部分 如果未来可以再往这个方向 做立射立场育 立疗育等等 整个结合起来 我相信这个幼衣呢 应该是可以非常好 非常完整的服务 然后呢 配合又有所谓的扩大公餐等等 我想这些呢 都把独居栏也涵盖进来了 这样的服务呢 一切是相当的 相当的优质 那当然 当然我在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还是会期望呢 我们在人文地产景的这个部分 还是要比较完整的介绍 谢委员则强调 上岸社区推动许多事物 但比较可惜的部分就是资料保留 希望未来可以多多改善 第四个指标 叫社区永续发展 那一个分为三个部分 叫社会永续 啊 生态 就我们环境永续 另外一个就是产业 就是顾我们的活动 生技的永续 叫三胜永续 那我从这个部分来 先看到你们的优势 我们上岸是传统的聚落式的一个社区 目前有两个主軸 我第一个问题 就在问我们的守望相助 跟我们的防灾 那个防治 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们做的一定比资料 惨战 现在感觉 可是在竞赛过程中 两者来相辅相成 我们已经有做到 基本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共胜 而且我们经过好几次的台风 应该三个礼拜 我也去荷养 要也是经过台风 所以我们在旗边有旗边的防治 我们在山顶有山顶的防治 我们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开始在脱胎放股 第二个部分 刚才你们在报告 有区域产业的结合 我们的青龙也是都开始回来 有友善工作 这个部分 也慢慢看到我们 生态和生产之间 是可以达到平衡的 不一定说 整个要增加产量 就要放很多荣业 我们现在的管理不是这样 我们开始也有做到这样 第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善用公司部门的一个资源 我们的学校一定有去买了 我们也结合商家 都叫公商家 给我们捐赠等等 我们要做 所以 不能像依赖政府 政府的手军 要顾大家 我们自己要有 施助的能力 其中多个参与社区评鉴 可以了解社区发展的优缺点 并加以改善 让社区未来发展 越来越进步 明星文秋评定与专题采访报导